大家好 现在我录一下重大解密15 中亚国家 这么说吧 应该解散上海合作组织 成立中亚经济联盟 成立中亚经济联盟 解散上海合作组织 穆斯林应该有自信团结起来 不要跟着上海阿三混 为什么我呢 就录一个简短的视频 把这件事就说一下 也就是说 作为穆斯林来说 以上海人的那种人品 上海人的人品 上海这块地方的地气 上海人的人品呢 是精打细算 上海人绝大多数是好的 但他们精打细算 上海这个地气是什么呢 叫背水一战 置之死地而后生 是身处绝境 那你这些中亚国家 为什么要跟着中国共产党 背水一战 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为什么要跟着这群上海阿三 他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呢 中国有像样的工业吗 没有啊 他的一切都被房地产在绑架 他的一带一路能带给你们什么呀 中亚这些兄弟国家 你们自己想想 你们实际上比比他们有钱呢 你们实际上比他们有钱呀 我就不明白你们这些穆斯林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没有估计 这就应该请中国共产党退出去 克本战 你们应该在哈萨克斯坦 以哈萨克斯坦为主党 俄罗斯作为盟主 对不对 把中亚地区高家草地区的国家团结起来 你们是非常有钱的一群人呐 只是有待于开发而已 而中国的他这种轻工业 又没有像样的重工业 他能给你当什么 他的一带一路 根本就是卡里面的油水 根本就是无休止 撑去你们的血液 你们勇敢的应该相信自己 你们比中国共产党有钱的多 我建议解散上海合作组织 成立中亚经济联盟 哈萨克斯坦作为总代理 俄罗斯作为盟主 对吧 有美国的积极参与 这样才能构造一个 在外高加索地区 对吧 还有在中亚地区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 亚美尼亚 所有这连续的一大团地区 能够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实力 你非常富有的 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跟这上海阿三混呢 那叫什么 背水一战 身处绝境 置之死地而后生 把自己关进牢笼 太愚蠢了 赶紧把中国共产党扔一边吧 穆斯林的兄弟们 挺起腰管做人 中国共产党这一套 要不得 你们前途无量啊 你想想你们自己的祖先 是何能强大 今天已经成了什么样子 好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这就是在习近平出发上海合作经济组织 这个这个时候 我说我对这些中亚地区国家的兄兄兄弟国家 说一句话 就是这个态度 不要跟着上海阿三走 那这背水一战 身处决定 置之死地而后生 出来也是个大傻瓜 你们完全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 好 是啊 感谢观看